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家公司 他们研发出了一款飞碟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它是由来自罗马尼亚的团队设计的 大家都知道目前世界上非常先进的一项科技成果就是无人机 而且人类也一直在对它的功能和大小进行改造 而当初研究团队在设计飞碟时 采用的原型就是无人机以及无线电仿生技术 这个飞碟从飞行状态来看非常的轻巧 并且它的机翼受阻力很小 在水平飞行时不仅可以非常顺滑 而且还能够实现超音速飞行 不得不让人感叹 这么小小的一架飞碟能有这样的飞行条件 该运用了多少的高科技啊 它除了在外形上比较奇特之外 内部装饰也比较特别 它有四个喊道风扇 分别包括了垂直起降和慢速机动 在水平状态下调之所以能进行非常顺滑的飞行 是因为它的背部有两个喷水头 可以提供水平推力 这架飞碟能在空中飞行时进行旋转 因为在它的侧边运用了侧向推力喷嘴 因此它能够非常灵活地进行多个方向的运行 据说目前这个团队已经对这个飞碟的研发 有了一个直径约为1.2米的飞行器模型进行测试 一旦测试成功 这项技术就会被运用于飞机上 也能够帮助超音速飞机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下 实现能在空中进行灵活的多方向运行 而且这个飞碟的进行速度也非常的快 从德国到美国也只需要60分钟的路程时间 将来还有可能把这项技术运用到快递航运上 又有利于人类实现飞速跨国快递的运行 对此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